不同的性格 佛教让我们明瞭自己的性格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心 和认清自己的缺点 我们就能够轻易地控制心念 这个就是获得平和和喜悦的唯一道路 佛陀教导我们 如何去分析心念 以便找出心中的污点 以及明白外来的干扰 是如何污染了我们的心意 佛陀是一位讲求实际的老师 他教导我们如何步入第二阶段 以转化心理状态 如果我们的心是暴躁 自私 贪婪 妒忌 和残忍的 佛陀就教导我们以不同的方法 去训练这些不同的心 佛陀曾经说过 心是所有事物的前度 无论我们做任何事 都是由心所开始的 这个使我们记起了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的人权宣言里面所包含的一句名言 既然战争起源于人类的心中 那和平的防卫网就应该在人类心中建立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不让恶念在心中升起 那我们就能够只做好事 这个就是实践佛法的方法 可是 却有很多的人通常倾向于忽视这些重要的佛陀教会 而只是注重于宗教仪式方面 以求一条捷径来解除痛苦 在佛教里面 我们并不能够以讨好或者歌颂天神而得到解脱的 除非我们能够锻炼自己的心 第三或者最后一个阶段是般若 Panna 意思是无上的智慧 这一道所指的智慧 并不是学术上或者专门的智识 我们可以博览群书 但是这些并不能够为我们带来智慧 只要我们的心仍然是由自私 仇恨和幻觉所支配 那么智慧就不会成长 只有当所有的心的污蔑 被收集禅定所取代之后 智慧才会出现 智慧就好像光明一样 当光明出现 黑暗就会消失 他们是互相替代的 有时候那些潜伏在我们心中的恶念 会因为强烈的诱惑和愤怒而爆发出来 当愤怒的时候 我们摆出一副丑恶的嘴念 所以内藏的恶念可以更改和掩斃我们的心理态度 就算是一位过了宗教生活很久的人 如果他没有好好地淨化心念 和完全跟随所有的恶念 这样他的心 都会代入这种可怕的境界之中 这些就是佛陀所教导的了 也就是一种佛教徒所应该过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培养本身的品德 然后了解心的本质 和他找出一个能够静化心念的方法 当消灭了所有心中的污染之后 我们将能够培养起正见 最后我们就能够获得智慧 同样心理和生理不再受苦 这是每个好佛教徒所想要达到的目标 一点的播放 明镜内饭 明镜地点栏目 明镜比如时明镜 明镜地点栏目 明镜需要更大